这边都是瘦的 好像比这个胖的这边来去看 都比它多 我现在刻意强调讲的是这样子 刚刚在结合刚刚有看到就是说 第一个菌跟第二个菌 好像存在一个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菌多的时候 第二个菌也跟着多 有看到 问题是我们要把它的相关性证明出来 所以在这边我们顶一下 顶一下加 我们来去画一张很简单的散布图 就第一个菌跟第二菌如何去证明 你要记住所有的一个视觉效果呈现 就是假设你要说一件事 请把它变成图 讲给别人听 我刚刚是不是要讲第一个菌跟第二菌的使用量 好像存在比例关系 关系 关系我就用点阵图来画咯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请点选散布图 散布图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散布图里面我就把所有的这个 整个简标准备入内 Beteroiditis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复习一下 如何画出一条趋势线 画出趋势线 我们趋势线的画法 是不是用这个工具 然后接下来趋势线 加入 基本上这边是不是证明了 这个最多使用的菌呢 那个Beteroiditis 跟什么Beteroiditis 之间的一个关系是正向关系 可以吗 各位应该知道什么叫正向关系吧 我的用量多的时候 另外一个菌的用量就会跟着多 这叫正向关系 可以吗 好了 所以从我刚刚得到的这些 资讯里面 我就觉得它应该存在一个比例关系 比例关系 我现在用这个加 增加一张新的 等一下我再把它删掉 好 因为我要画第一个菌跟第二个菌 它之间的关系 好 我要去证明它是 它是有关系的 至于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等一下看图再来解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先选这个 P就是门这张资料表里面 的Sample ID 对不起 我应该先点这个散布图 散布图 再点这个Sample ID 然后接下来呢 最主要的菌 最多最多的菌是这个 这个菌 跟什么菌 跟这个菌 第二多是这个菌 所以是不是就画出来这张图 接下来 你要加趋势线进去 去做说明 所以点选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设计工具 这叫格式工具 这个是一个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 然后趋势线加入 这样子它就可以画好这个趋势线 这个工具